大家好我是翔順小菜 不論你車輛式汽油或是柴油 在進氣系統上面 最重要的零件應該就是節氣門 不論是早期的鋼索式節氣門 或是新型的電子式節氣門 行駛一段時間之後 一定會產生積碳的累積 就像圖樣上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他會有這個焦黑的現象 進而會影響我們怠速的穩定性 在停紅綠燈的時候你會發現袋數不是過高就是過低 這時候就是必要要做一個清洗 小店也建議 每2萬到4萬做固定的清洗 確保袋數的一個穩定 那當然 針對新款的電子式節氣門 小店 做完這個清潔之後小店都被有電腦來做一個重新學習跟設定 這您放心 你愛測如果有袋數不穩的問題 都歡迎您跟我們聯絡 跟我們接洽來讓我們替您服務 祥順汽車感謝您